如今要说起金州勇士队,相信众多球迷第一瞬间能想到的就是全明星舞剧投阵容,下赛季恐怕联盟其他队伍就是陪跑勇士队,轻轻松松就又能拿到总冠军,西部依旧保持着超高的压力,火箭和雷霆仍然虎视眈眈,詹姆斯的胡人也加入了竞争,马次也迎来星河再度升级,然而,勇士队的最强对手,恐怕是来自东部这支球队,自从詹姆斯西游加盟胡人之后, 东部的这座珠穆朗马峰总算是没了,众强队都纷纷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心思,下赛季虽然还是西强都弱的局面,但76人,凯尔特人,猛龙等球队或许会展开一番肆杀,其中,竞争实力最强的应该非力军莫属,海沃德和欧文远巨头若能商欲付出,凯尔特人必定会迎来实力的巅峰,三巨头阵容加一批天台新秀,丝毫不输联盟顶级球队,其中不得不说的一位球员, 就是杰森塔图姆,这位被誉为新秀中的进攻万花筒,身体天赋并不算顶尖,但球风老道,丝毫不像一个一年级新秀,打起球来像极了凯尔特人传奇巨星皮尔斯,上赛季的凯尔特人无疑是联盟最悲惨的球队,用残缺的阵容打了一整个赛季,却就是依靠剩下的球员, 硬生生的在东部决赛把詹姆斯逼到了抢七大战,卡图姆作为一年级新秀,成为了球队的重要核心之一,多次依靠自己关键时刻的发挥杀死比赛,在第一次的季后赛之旅中,场均砍下了18.5分4.4篮板2.7,助攻1.2抢断的数据, 为什么说安吉选人眼光毒辣,正是因为这位被换回来的炭花,卡图姆不仅让人早早的就看见了天赋,还让人看见了他的努力,接下整个修赛季,不管外界交易如何,卡图姆一门心思搭进了训练之中,他和杰伦布朗两个人积极为下赛季备战,在训练馆中总能看见卡图姆的身影,丝毫不输给训练狂魔詹姆斯。 卡图姆虽然被看好成为下一个皮尔斯,但他的偶像是胡人传奇巨星科比,据悉他正在学习科比的进攻技巧,这也像极了当年科比偷师乔丹的场景,出众的天赋加上自身的科普努力,卡图姆的未来真的一片光明,不得不佩服安吉的眼光如此毒辣,凯尔特人可能错过了科比,但这一次卡图姆是不会让他们失望的,你们认为下赛季谁会是勇士队的最强竞争者? 别着急离开热爱篮球的朋友们,动动手指关注一下,欢迎评论分享观点,期待和你们一起交流。